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和在书馆说书的先生 有明显的不同 在自媒体上说书的人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 那就是啊 能实时的得到粉丝的回馈 咱们就说上文书吧 咱们正聊到啊 这雍正皇帝是执意 要杀年耕尧 有好朋友就给我留言了 说你说这些个 不过是年耕尧所犯下的罪行 这并不是雍正皇帝执意 要杀了他的原因 在中国古代 针对功勋大臣啊 他都有一罪法 首先说他得一功 功臣嘛 就能用自己的功绩啊 抵消一部分罪行 再有一种抵罪的方式啊 就是利用自己的爵位 有句话说叫 行不伤大夫嘛 按说呢 他既是一等功 又是这个大清国的功臣 这年耕尧啊 应该死不了 可是啊 有好朋友就说了 这雍正皇帝执意 要杀年耕尧啊 是为他以后的储君 清理政治对手 敦诉皇贵妃 也就是年耕尧的妹妹 雍正皇帝的妃子 给这雍正皇帝啊 生起了一个儿子 这名皇子啊 就是雍正皇帝的老八 怀亲王 福慧 在雍正朝初年 有很多迹象表明 雍正皇帝是有意把皇位传给福慧的 借此有人就说 如果朝廷不杀年耕尧 一旦福慧登基 那么年耕尧的政治地位 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也许呀 会有重回庙堂之上的可能 雍正皇帝杀年耕尧 是怕以后自己这个小儿子呀 驾驭不了这么一个功高盖主的大舅 所以呢 就为后世之君呢 提前扫平了道路 这个观点 为什么咱们不展开了说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论断呀 他舒服不了我 他之所以要杀老年呀 完全取决于他的性格 雍正皇帝呀 是那种所谓爱则欲其生 恨之则欲其死的性格 这句话呀 他出自论语 论语中就曾提到 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 爱之欲其生 恶之欲其死 所以说呀 一言九鼎的皇帝老子 那要是有心杀了你 他有这种想法就已经足够了 不用过多的废话找由头 推出去 杀 那么说这雍正皇帝杀年耕尧 就真的那么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呀 首先说这年耕尧 在西北京营多年 打仗的时候皇帝又宠着他 西北大营当中的武将 以及陕 甘 青海 川藏 乃至云贵的大小官员 很多呀 都是年耕尧扶持上来的人 他们是年耕尧啊 都为恩主 这营中的八旗兵啊 还好一点 他们呀 有自己的统领 这绿营兵和土司兵啊 各个都以年大将军 马首之战 这些个部队呀 非年耕尧的军令 而不能指挥 这还只是其一 那其二呢 皇上您对老年呀 说杀就杀 那岂不是就会唠了一个 试杀功臣的恶名 那在旁人的眼里呀 您这皇上就难免有点 飞鸟金梁工藏 狡兔进走狗烹的意思了 可是说嘛 这雍正皇帝是什么新路啊 他当然是不会唠给天下人 这么着一个话坝子了 那有人说不对呀 哪有十年不漏的大瓦房啊 这不透分的墙啊 他是压根就没有 你看这些事 咱们现在不都知道了吗 哎呀 您看这件事啊 他是这样的 这雍正皇帝 他没想啊 这大清国他能玩咯 您想去吧 他但分现在呀 又还是大清国呢 这宫廷荡案 以及这玉笔猪批呀 您上哪看去呀 那还不得是一等一的皇家机密 所以说呀 这些事啊 他压根就拿不到街头巷尾来评论 您说 他是不是这个理啊 在皇上想倒年的初期呀 就给两部分人下了密拙 这第一部分人呢 是跟年庚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者说呢 有的呀 还是跟年庚瑶有仇的人 这皇上呢 就旁敲侧击的 让这种人啊 揭发年庚瑶的罪行 这些个人呢 都是皇上心里精挑细选几十遍的 都是一些个混迹官场的老手 这皇帝呀 刚把这个意思一点出来 他们就都明白了 于是呀 这全国各地弹劾年庚瑶的奏折 像雪片一样 飞到了京城 这第二类人呢 就是和年庚瑶有瓜葛的人 都是那些个皇上认为 可以用得上 但是又受过年庚瑶恩惠的人 对他们呀 这皇上基本上就是只给了 赶紧自个儿想明白了 要是归顺镇供我呀 咱们就既往不咎 官呢 该做做你的 赶紧与年庚瑶划清界限 并且呀 该揭发揭发 不能留情面 要不就呀 到时候可别怪我一块拉清单 把你们通通以年党治罪 当然了 这些人里边啊 有那个冯莹拍马 尖锋使舵的 那也有那种石骨不画 对年庚瑶比较忠心的 那有人说这样一来 这皇上倒年的计划 不就不是秘密了吗 其实啊 这雍正也正是有意 让这些人把画渗透给年庚瑶 对这些个事啊 这老年其实早有察觉 他从北京树完植 回到西安以后 就连忙啊 上了几道请罪的折子 可是你别忘了 这皇上已然不是前一年你打胜仗时候的态度了 自此以后 这老年呀 再向皇上递折子 得到的批复啊 不是冷言嘲讽 就是故意找茬责难 终于有这么一天啊 这势头来了 雍正三年的三月 在北京城里啊 出现了一个惊奇的天象 什么天象啊 叫日月合璧五星连珠 哎 您听着这个词 它挺玄妙吧 实际上呢 它也无非就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一种天象而已 关于这个日月同辉啊 就是大白天的 天上啊 既有太阳 您也能看见月亮 这五星连珠呢 就是金木水火土星 同时出现在一方的天上 这后者呀 我也没留心过 可是前者 我觉得挺常见的呀 据说呀 只要天气足够好 一年啊 有74%的时间 都能看到这种景象 可是古人就认为啊 这种天象啊 那完全是祥瑞所致 雍正皇帝登基 在西北呢 又打了大胜仗 这大尾巴老百姓啊 那自然是兴高采烈 跟着一块儿傻乐呵 可是大臣们不能闲着 这大臣们啊 得上表 向这皇上表忠心 庆贺祥瑞 这会儿啊 这老年已经感觉到了危机 于是他早着班的 就把这拍马屁的折子 递上去了 可是这福远大将军啊 他就忙中出了错了 他的奏折当中啊 把一个关键词 给写错了 招前西涕 他写成了 新阳招前 这招前西涕呀 他是形容这个 中日勤奋勤勉 君子自强不息的意思 而这西阳招前呢 他是一句自省的话 他并不是夸人的 意思就是说呢 这天一黑呀 就得反省反省 这一天自个儿有什么不足 本来是想夸皇上的 谁想啊 这一下子 就变成责备皇上了 并且呀 是以长辈的口吻 让这皇上啊 每天晚上啊 得反省反省 这雍正一看就急了 我反省什么呀 我就反省反省啊 干嘛没早弄死你 其实啊 您也知道 像这种事啊 还别说是 年庚瑶这种天子金臣 就算是一般的大臣 也不至为上纲上线 年轻一点的 和皇上走得近的 无非是招来皇上几句臭骂 要是一些平时老实巴交的臣子 犯了这种错误 那多数情况下 皇上就是一笑了之 可是现在 你老年的情况不一样啊 一下子文字欲了 这皇帝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 很明确 他说这个年庚瑶啊 自视己攻 显露不敬之意 哎呀 这个罪名啊 他可大可小啊 这会儿的年庚瑶啊 他人仍然在西北 手里啊 还是掌握着重兵 这皇上一想 这样可不行 我得啊 想办法给你挪挪窝 不能让你老年啊 总有这种 拥兵自重的优越感 哎 想兵吃啊 他就下了包子 瞌睡的时候啊 就有人给送来了枕头 这会儿啊 就有人传说 这南方的反清分子啊 要起义了 这打出的口号呢 就是地出三江口 嘉湖做战场 这三江口呢 说的是宁波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嘉湖战场 嘉湖啊 嘉是指嘉兴 湖呢 是指湖州 就因为这句话 这雍正皇帝 才找到了由头 把年庚瑶 调离了西北 干脆就把那年庚瑶 调任杭州 你要是造反呢 你就是那个 地出三江口 你要是不造反啊 你就到那去替朕 准备平定叛军去吧 雍正三年的四月 一刀圣旨传来 免去年庚瑶 川山总督之职务 调任杭州将军 川山总督一职 由副将岳中旗 代为熟礼 收到这份旨意之后啊 这老年一下子 就明白了俩事 其一呢 就是这皇帝啊 真生自个儿的气了 看样子是不好挽回局面了 第二呢 是自己身边这位 副将岳中旗 他原来早就成了皇上的人 我说我平时的所有动向 不论大小 这皇上都知道呢 原来这毛病啊 出在我这个市值 我这个学生身上 关于这岳中旗的故事啊 咱们在这不深讲 咱们等到啊 到岳中旗那边的时候 再细细的掰着 总之啊 您记住一点就行了 这岳中旗啊 他早就被皇上拉拢过去了 哎 这会儿他说什么都晚了 只能是乖乖的奉旨上任了 要说这福院大将军啊 他还真有点大将军的样 这年庚瑶浩浩荡荡 带着一千多家人 和百十名小妾 到杭州赴任去聊 这会儿的年庚瑶啊 他还没醒枪 他还不知道啊 自个儿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才失去了圣心 得罪了皇上呢 您记准了吧 就这路人呢 他永远不在自己身上找毛病 于是啊 他在路上一拍大腿 他想明白了 这里头啊 他有坏人 浩浩荡荡的年大将军上人队伍 当走到江苏义政的时候啊 这年庚瑶不走了 这年庚瑶啊 就给皇上写了折子 跟皇上说 要不接着呀 我就别顺着运河 往下走去杭州了 干脆呀 我呀顺着运河 往上走 到北京城啊 见着您 跟您解释解释得了 雍正皇帝 一看见这道折子呀 立刻回批道 我去 好去 你这年大将军 带着这一千多人 到北京干嘛来呀 你要造反吧 别废话 赶紧杭州上任去 我看你呀 也不配做杭州将军 就在杭州 做一名闲散的张经吧 由这个杭州将军调遣 他派给你什么活啊 你就干什么活得了 这奏折回批到年庚瑶手里呀 年庚瑶一看得 这官职啊 又小了一估计 那闲散张经就闲散张经吧 赶紧去杭州上任吧 我个人觉得呀 也就是雍正皇帝 接到了年庚瑶 这份奏折之后 才对他冻下了杀鸡 在他心里认为呀 这老年既不懂事 也不知好歹 话说雍正三年的9月16日 北京城派来抓捕年庚瑶的特使 来到了杭州 这人是谁呀 这人呀 正是年庚瑶的仇人 散致大臣拉西 是个蒙古人 这个人呢 他跟年庚瑶仇大了 老年在西北用兵的时候 拉西是雍正皇帝身边的军事顾问 他为什么能做这个雍正皇帝的军事顾问呢 因为这拉西呀是蒙古人 他对青海西藏一带的军事政治地理山川 以及兵力部署非常的了解 这老年的就犯了小心眼了 他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在皇上身边呀 对他在前方的军事指挥是一种束缚 于是他就借着皇上的宠信 天天在奏折里呀 给这拉西小鞋穿 这也就算了 他还污蔑这个拉西呀 很有可能是蒙古那边 安插在朝廷里的奸细 最后终于弄的这个拉西呀 这战争还没结束 就提前回家抱孩子去了 哎 这雍正皇帝他会用人呐 别看啊 那会儿把拉西开除了 今天来抓年庚瑶 他就启用了当年这位 与年庚瑶有仇的军事顾问 您想啊 这拉西能手软吗 他抓年庚瑶的心情啊 比这皇帝还迫切 十三天就从北京赶到了杭州 您可记住了啊 那可是清朝 可不是现在您一上飞机 两个小时到了 坐上高铁 四个小时到了这么简单 到了杭州以后 这拉西可没进城 秘密联合了江苏巡抚 福敏和杭州将军厄米达 这三个人就定下了牢笼计 要密补年庚瑶 那这会儿老年干嘛呢 老年值班呢呀 这会儿的老年呀 正在杭州太平门值班 在这个城门处值班啊 是杭州防护重要的一项 因为这呢 后世就有人传说 这年庚瑶一日被贬十三级 最后只能落个堪城门的结果 其实不是啊 这是杭州将军手下副将 应该干的差事 他们就派人啊 来到太平门 把早已经睡去的老年啊 叫了起来 说这北京来人了 北京的特使啊 要到这个普渡寺去烧香 皇上呢 带给你几句话 特意交代啊 这个特使要见见你 这老年啊 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呢 屁滴滴滴的就来了 当他看到拉西的时候啊 我想这一切呀 他就已经明白了 后来抓老年 抄家 以及把老年压到北京 所有的事宜啊 都体现在这个拉西 向皇帝的奏折当中 您琢磨去吧 他能有好话吗 他奏折当中 说年庚瑶啊 毫不害怕 并且啊 呵斥自己的儿子们 有什么好怕呢 抄家以后啊 是该吃吃 该喝喝 一点没把这些个事 放在心上 拉西他们就问呢 说你和别人的往来书信 都哪去了 年庚瑶就说 谁还没有点私密的事啊 这些个东西 我早就烧了 按拉西的话呀 他是这样评价年庚瑶 他说他呀 赐蒙冤奋自冲好汉 如强盗光棍 拿赴侍曹 高歌之人 您想这皇上听了 他能不生气吗 十一月初五啊 年庚瑶及其家人 被拿赴北京 他还在路上的时候 这义政王大臣 军机处内阁 以及这六部九卿啊 早就把他的罪 议好了 多了没有 一共九十二条啊 光是应该被处死的罪啊 就有三十多条 这下的老年可真害怕了 扶着二楼 给皇上啊 写了一封诚诚恳恳的奏折 这奏折上就说呀 所有罪臣都认 所有的错都是奴才的错 九十二条大罪 那一条都能要了奴才的命 奴才才四十多岁 还能给朝廷效力 如果皇上啊 能留下臣我一条命 臣还能为陛下您 我的主子 效犬马之劳 怎奈呀 这雍正皇帝 杀年庚瑶之心呢 已经不可撼动了 雍正三年的十二月十七日 这是老年最后的一天 那一年呀 这年庚瑶也不过才四十六岁 皇上派遣 领世卫内大臣马尔赛 布军统领阿基图 向年庚瑶宣判了死刑 唯一给这个昔日的奴才 留了一点脸的就是 赐自尽 并不是砍手势众 至于是赐镇九 还是白灵 还是给了把金刀 让他抹脖子 史料没写 咱们在这儿啊 也不便瞎猜 总之 这年庚瑶是自尽而死 咱们聊到这儿啊 这老年呀 是让咱们给聊死了 说到此处啊 我倒是想问问 您听书的众名工 很多人评价这雍正皇帝 都是成前起后 这大清朝的第一天子 英明神武 是圣明逐兆 可是在生活当中 您愿不愿意 有这么样的一个领导呢 我是昆仑流石 一个给您讲故事的说书人 精彩故事就在明天 咱们明天呀 要 开新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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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